藍色鐵門 貼滿海報 按門鈴無人回應 高雄男子得名錄這間民宅 曾是一處老人社福照顧機構 卻被爆出福保居服員人數 未造服務記錄 還涉嫌詐領百萬補助金 衛生局前年十月終止派案 十二月也解除特約機構 今年更公告解散 輕鬆社會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因為負責人日前涉嫌 利用親人的人頭 向政府請補助款 卻被照顧者發現 繳了自付額 沒人到府照顧 向衛生局檢舉才東窗事發 輕鬆營業這兩年 申報大約一千五百萬補助金 超過一半涉嫌詐領負責人 也曾因工資為全額給付勞工 遭勞工局公告開罰 記者向被指控協會查證 電話無人接聽 設置地點找不到人 目前衛生局將全案 移送檢方要繼續追查刑事責任 三連新聞主委 達林鄭和徽山搞什麼到